带你来参与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举行的文学座谈会 这次的主题是谈巴西礼乐奥运观感 由于主题非常贴切 文友们也踊跃发言 把观看奥运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巴西盛世礼乐奥运圆满落幕 尤其开幕式体现节点绿色环保以及欢乐 展现力量和意志的文化气质 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以谈巴西礼乐奥运观感为主题 举行一场另类的座谈会 活动由谢耀德与周常立共同造成主持 文化中心主任李鸿文也特地列席参加 办了绿色的奥运 有环保的主题 然后也有各国家的参与 最重要的是把难民的运动员引进了这次奥运会 所以主题非常的惊艳 然后也契合大家就是关注奥运 关注世界和平的主题 也充分彰显了奥运的精神 座谈会一开始 首先由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林美军报告会晤 他感谢文友的支持配合 让25周年庆圆满顺利成功 而真文比赛得奖作品则将在教师节揭晓 那我们作写呢在这段时候也在主办 中文比赛为了庆祝25周年系列活动 我们这一次中文比赛的其中一个项目 也是为了能够取新的文章 去吸收新的文友 南美文艺主编欧少林 则希望大家踊跃投稿 截稿日期为9月底 财务长庄乐平报告财务状况 接着本次座谈会召集人谢耀德表示 这次奥运会能在礼约举行 让全世界看见巴西文化精髓 非常值得 奥运精神有五个圈圈 这五个圈圈呢 它是代表了五湖四海 所以这个圈圈呢 它是串在一年在一起的 代表全球的人合作 然后呢 努力 然后继续勇往不前 接着文友们纷纷踊跃发言 很多人琢磨在开幕式 表示这次巴西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多元文化 以环保为主题 每位运动员播撒的种子 将被移植在奥运会场的公园 未来将长成真正的森林 展现巴西社会包容土著居民 和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移民宽容 彰显热爱和平精神 虽然里约奥运在硬体上不完美 但是一届回归本源的奥运会 一个半小时的座谈 从大家的发言中 让每位文友分享不同的喜悦 台湾红电视照视频 巴西社网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